其实说到本质 足球就是个game 就是个游戏 它就是让能够 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 能让更多的喜欢他的球迷 无论是哪个国家队的球迷 或者哪个是俱乐部的球迷 能够感受到足球带给他们的感动也好 力量也好 勇气也好 其实就可以了 我觉得奥古这个事 在这个层面上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把它看得很淡 不用再发酵了 为什么奥古这个事 现在在很多人眼里看起来 它是一个大事 确实是因为现在的奥古斯托 对于北京中和国安这支球队来说 对于整个球队的帮助是越来越大 作用是越来越明显 这样的一个奥古究竟是如何练成的 接下来我们也是特意在 我们今天的中超职业节目当中 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短片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016年初 投顶巴西国脚和八甲MVP的光环 雷纳托 奥古斯托 成为了御林军的一员 刚来没几天 随队在昆明东迅的奥古 就收到了一份难以回绝的见面令 没有一丝丝防备 春城的气温骤降十几度 这下可把奥古冻坏了 冻得巴西人只想家 之前有人告诉我说这里挺温暖的 然后我信了 结果是被骗了 但是训练嘛 总是要有付出的 但是我更喜欢在天气温暖的时候训练 天冷不是冷 心寒才是寒 都说万事开头难 估计奥古不曾想到 自己在国安的这个头 会开得如此不顺 2016赛季 联赛前六轮 扎起罗尼治下的国安队 竟然有无偿比赛遭遇零风 放在现在 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作为绝对核心 奥古斯托的表现迟迟未能达到球迷的预期 反倒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爱抱怨 已焦躁 球队战绩惨淡 奥古越踢越心寒 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头 告别扎帅 迎来泄风 巴西人的日子才算好过了点 客战永昌 客串前锋的奥古 证明了自己 拿下来 奥古斯托 一脚出球 再交给奥古斯托 漂亮 直接打完 漂亮 冲进了 奥古斯托 这个是一艘非常漂亮的团队配合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提点 这是奥古斯托个人能力的完美彰显 尽管前锋不是我 最擅长踢的位置 但是我在场上 当球队有需要的时候 我可以大胆地站出来 因为我希望去 以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帮助球队 不过那个赛季 奥古连续得到巴西国家队的征招 长期的奔波 多少也影响了他在俱乐部的状态 四球两助攻的数据 只能说一般般 时间来到了2017年 较之之前的一个赛季 奥古斯托在联赛中多踢了600分钟 但是在数据层面 也只是多了一个助攻而已 当然数据不能完全体现出巴西人的价值 尤其是在赛季中期 随着施密特的到来 奥古有了更多展示自身实力的机会 其使用说明书也逐渐被丰富完善 于是赛季尚未结束 中赫国安就与奥古斯托完成了续约 新合同延长到了2021年底 这也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奥古 他真正的蜕变 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奥古斯托可以为御林军继续效力 但是好兄弟拉尔夫 却只能脱下绿色的战袍 在一赛季一生情节目当中 坐在拉尔夫一旁的奥古哭了 那眼泪让人动怒 奥古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 加盟御林军的第三个赛季 他把自己的球衣号码 换成了拉尔夫曾经的5号 首先是为了纪念我的朋友拉尔夫 因为他之前是出战比赛的时候 是批着5号战袍 然后现在加上另外一个理由 是我们在奥运会夺冠的时候 我也是神批5号战袍 所以我选择这个5号 它是有双重意义的 拉尔夫是当时就知道了 我一选择这个号码我就告诉他 他说你应该送这个号码去穿吧 让球迷们惊喜的是 这个终合关的新5号 悄然间完成了恐怖升级 而升级背后 奥古有着强大的精神支撑 一个圆满的家庭 让奥古在场上有了全情投入 全力以赴的动力 今年1月24号 奥古的儿子罗米欧降生了 我最大的转变是 我之前可能更多的是考虑我自己的人生规划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 我首先把低位放在这个孩子身上 之后才是我自己怎么去规划 现在我可能也更多的去理解其他人的想法 这种转变是很好 半年过去了 我们在公体看到了这个可爱的小家伙 罗米欧的道场为爸爸带来了好运 奥古在那场比赛当中攻入了打破僵局的进球 让奥古变强的不只是家庭 今年3月1号 巴西人被正式任命为北京中和国安队的副队长 自从本赛季带上首发队长绣标之后 奥古兹托变了 除了施展过人的球技 指挥全队攻防之外 奥古更是发扬了模范带头作用 神仙士卒的往返于球场两端的禁区 跑动和抢端数据较以往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不仅如此 这位洋队长开始在场上场下 展现出更多的人格魅力 他很少在抱怨队友 取而代之的是鼓励和焦虑 卸场时他摇动着远征军的旗帜 失礼之后 他拿起大喇叭 用词汇库里为数不多的中文 鼓舞着现场的球迷 下官 北京国 下官 北京国 下官 北京国 加油 加油 我非常想借这个机会感谢所有的球迷 因为他们在 无论是我在北京还是在世界杯赛场的时候都一如既往的在支持我 我在世界杯赛场也看到很多穿着五号球衣的我们中和国安绿色球衣的这个球迷们 也感谢他们的支持 我希望他们能够一直支持我们 其实每次在场上我都能感受到自己在肩上的这份责任 不仅仅是对我所有的队友 还有对所有精神球迷的责任 所以每次遇到什么艰难的处境的时候 我想的都是我站出来 去回应他们对我的这份帮助 现在毫无疑问是我 现在这些施压当中最美妙的一个时期之一 所以我也感谢所有人对我的帮助 大家伙越来越喜欢奥古了 中和国安也越来越离不开奥古了 联赛前21轮 奥古初战18场 已经交出了10球11次助攻的两双数据 如果不是在与重庆一战中 无情地吐掉了门珠送上的大饼 那么巴西人将会带着双十一进入休赛期 如果中超也有最快进步奖 那么赛季结束之后 奥古应该是该奖项的有力竞争者 如果 其实没那么多如果了 现在只需要等待奥古修整过后的满血归来 最后借用跟江涛有关的那一句名言 大声地喊出来 我有奥古你有谁 我有奥古爱谁谁